10月26日上午 晨周17日載人飛行任務 航天園城組出征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問天國圓夢園廣場舉行 8點26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指揮 空間站應用發展階段飛行任務總指揮部總指揮長 許何強下達出發命令 三位航天員 今次是湯鴻波、唐勝傑、江新臨 三位航天員奉命出發 立即看看當時的情形是怎樣 這是長征火箭 今次是用長征二號火箭 順利升空 它就載著晨周17日的飛船 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這是昨天11點14分 10分鐘後 晨周17日載人飛船和火箭成功分離 所以要搞清楚 很多時候我們一聽到一些關於中國的航天消息 我們會經常聽到什麼名字呢 長征火箭 晨周太空船 天運 天運 天運一號 或者是上俄 究竟是怎樣分的呢 不要搞亂 無論是上俄也好 天運也好 神舟也好 發射的時候 都要由長征火箭射上去 所以起飛的時候 全部都是搭載長征火箭 長征火箭射上去之後 譬如昨天的神舟17日 飛船的例子 十分鐘後 就和長征火箭分離 然後就把神舟17日送上去 穿越了 當然穿越地球大氣塵 上了太空 就分離了 所以就不要搞錯了 首先就說 長征火箭 基本上 現在中國已經頻密地發射了 因為你要應付很多 接載很多的飛船上太空 或者衛星上太空 所以昨天就是 這次輪到神舟17日 好了 神舟17日 這次的任務是什麼呢? 好了 這次的任務就是 上去中國的空間站 中國空間站 現在有神舟16日的 旁天元 有三個在這裡 其實他們已經留在上面 就是那個中國空間站 接近半年了 所以這次神舟17日 三位航天員 就上去接手了 令到神舟16日的航天員 可以回到地球 所以這次的任務 基本上是 神舟系的太空人 或者航天員 已經行常地 在中國空間站 進行駐守 以及做實驗 好了 很快 跟著上太空之後 他們就成功地 跟神舟16日的 跟神舟17日的航天員 會見面 見面之後 很激動 大家都很開心 就擁抱了 擁抱之後 拍一幅全家福 就是這個了 他們六位的航天員 將會共同相處 大概四天左右 四天之後 神舟16日的 三位航天員 已經逗留半年之後 就會離開 就會回到地球 就由神舟17日 三位航天員 接任 剛才我提到 其中一位是湯洪波 神舟17日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 去中國空間站 原來中國空間站 在2021年啟用的時候 航天員湯洪波 是首批入住 中國空間站的 航天員之一 現在他是 事隔兩年 重返天宮 重返中國空間站 他就說 很開心 看到中國空間站 已經由一房 變成三房 一個居室 變成三個居室 其實就是 多了兩個倉 因為兩個倉 要來儲存物資 以及做實驗 所以不斷加了倉 就連接了本來的倉 變成更大的地方 可以做活動的範圍 還有可以做實驗 或者儲存更多物資 很激動 大家都很開心 其實看到神舟17日 成功跟神舟16日 連接 也是一個 我們可以見證到 現在中國的航天市 那個發展 其實也真的很厲害 好了 簡單說一說 剛剛我講了一些名字 神舟 上俄 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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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國空間站的組成之一 天文 我想說的是神舟 常俄 和天文 究竟有沒有分別 神舟 就是這樣的 神舟1日 就是在1999年 已經開始發展 神舟的飛船 就是發展到一個可以 往返的飛船 即是說 不是飛去就不能回來 是一個往返的飛船 這樣的系統 那往返的意義是做什麼 就是譬如神舟16日 飛船的太空人 就是航天員在太空做了六個月 他要回地球 可以坐回神舟16日的飛船 然後回到地球 所以神舟整個系列的發展 就自1999年開始 發展可以去 然後回來 這才是很重要的 然後才可以 試過很多的經驗 很多的嘗試 才夠膽 用神舟的飛船 載人去太空 然後載人回來 好了 1999年神舟1日發射 直至到神舟多少日 才真真正正載人呢? 就是神舟5日 神舟5日就是2003年 就是四年之後 神舟5日才第一次載人 當時的宇航縣是哪位? 大家都記得了 就是楊利偉 楊利偉當時成功環繞地球 就是14個圈 楊利偉成功2003年 然後就還有很多的寒天員 陸陸陸續續燈上太空 還有的 到神舟6日 2005年 會帶來的光澤 乘座穿北 避浸龍和列海盛 匆隆 2008年辰州7号 搭载的宇航员是 翟志刚、刘百明和景海盘 他们成功进行出舱活动 不只是环绕地球飞行这么简单 出了舱 可以做太空行走 这是2008年辰州7号所做的事 辰州8号是2011年 与天宫一号成功实施交汇对接 成为中国空间实验室的一部分 这是2011年辰州8号所做的 当然有9号、10号 10号第一次成功有女性的航天员 就是刘洋 10号又有另一位航天员 就是王亚平 全部都是很成功的 载到我们的航天员上太空 也成功载到他们回地球 一旦转到昨天的神舟17号 这是神舟系的飞船的发展 接着我说上俄又如何? 上俄呢? 上俄系的飞船主要是探索月球 月球关联 大家知道是上俄 当然跟月球有关 这就是在2007年开始发展 直到当年10月发射上俄1号卫星 第一次 当然都是用长征火箭 带它上去 接着就有上俄2号 在2010年开始发射升空 原本是成功的 就陆陆续续 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在月球方面的探索 已经是成功到什么呢? 就是在月球的表面 是拿到一些泥土回来做研究的 已经闹出个笑话了 因为我们拿了泥土回来 我们就很愿意将它分享给 很多跟中国一起愿意 作出太空研究的国家 我们愿意跟它分享一些泥土标本 但是呢 美国呢 将中国拒于他们的国际太空站之外 很多年前 不让中国接触任何的太空科技 就是他们以为太空科技 美国大了 一言堂 我不让中国发展你就自然没有了 谁知道中国自行发展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中国的空间站 也都是成功在月球拿到泥土 美国竟然后面就要求 为什么中国在月球拿到泥土分给其他国家 为什么不分给美国 竟然是这样的说话都说得出的 他忘记自己当年如何把中国拒绝于他们的国际太空站门外 这就是上俄的飞船发展历史 第三个我想说就是天文 天文就更远了 天文一号就是2020年了 这个就是执行火星任务 当然都是要坐长征火线 发射上去太空然后就分离 然后天文一号就自己就向火星进发 所以现在大致上 神州就是往返 就是在中空间站 另外就是上俄 就是月球方面的谈掩 天文就是火星火面的谈掩 大致上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说完太空发展 我们看到也很开心 我们看到是这么多 就是一直都很成功 好 最后讲一讲一个话题 就是讲一讲这个是英国 英国近日都很明显 明白到一件事就是 绝对是不可以跟中国是脱钩 那么也都开始示好 我们看到譬如说现在 就是英国就 譬如前一陣子就派一些很多的 官员来香港 有来香港 也都有去北京 那么希望寻求 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和发展 开始示好 那也是因为 申伟诚也都是明白到 就是明年就要大选了 如果现在这样的形势 如果再不跟中国的关系搞好 或者搞好经济 明年大选基本上保守党 输给工党的机会很大 所以新伟诚近来释出一些善意 希望可以跟中国的关系搞好一些 最近又做了一件事了 好了 做了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11月1日和2日 英国将会在布莱切利公园 举行第一届全球AI安全峰会 那么首相新伟诚就是宣布 他们一定会100%肯定 就会邀请中国出席 但是呢 我们申伟诚说呢 我们相信呢 邀请中国出席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毫无疑问呢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 现在在世界排名第二 是第二大的AI强国 所以如果中国能够参与呢 能够做出一些研究的投资 或者活动呢 这个对这个AI的峰会 是相当之有帮助 那么明显地释出善意 而且他的语气就说到 邀请中国 但是担心中国不肯来 所以就显出个诚意在这里 那么他为什么担心中国不肯来呢 因为呢 大家知道了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那么英国都跟得很贴的了 那么美国就是 压制中国的 就是不准很多地方 比如不准台积电 不准 Samsung 或者不准英伟达 就卖一些高端的芯片给中国了 那么近期就加强了 压制就是 A8800 A800 这些不是最高端的芯片 都说不准卖 搞到呢 英伟达这些这样的企业 就是 叫苦连天 直接去跟沙利文说 你这样搞法 连这些不是最高端的芯片 都不让他卖给中国 那他对英伟达的生意影响很大的 对他未来呢 做生意如果是少了中国 少了利润 少了经费去研发 对整个世界的芯片业发展 都是很大影响的 好了 既然 美国为首西方国家 包括英国是压制中国 的芯片 那么 现在英国想释出善意 邀请中国参加AI峰会 难怪他担心中国不来 因为英国也有份 站在美国那边 另外 也受到G7 七大工业国 某一些国家反对 实际上是反对的新伟成 就是叫他不要邀请中国 所以新伟成现在 显出这次的态度很不同 不是啊 我一定要请中国 你们G7 七大工业国反对 也是这么说 中国很重要的 是AI 全世界排第二的 如果他能够参加这个峰会 我们就是 肯定对这个峰会 是很大的贡献 好了 不过根据英国BBC最新的一些报导 和英国的独立报的一些报导 似乎 有报导指 中国已经接受了邀请 以及应该会出席这个AI峰会 但是现在暂时不知道 是会派 中国会派什么代表 会出席 这样解释 所以 应该 新伟成也不用太贪心的 中国其实是很大方的 你释出善意 邀请我参加AI峰会 那我就 来 派人来的机会也很大 在这个峰会 新伟成就 将会呼吁成立一个全球专家小组 来解决AI的很多问题 希望就是可以 因为他担心什么呢 担心就是说 英国政府出了一个报告 报告就是提出 就说 AI将会 在两年之内 对英国构成重大安全风险 并有可能帮助增强恐怖分子 策划 襲击 和政治宣传的能力 英国就比较担心这个东西 就是AI发展 他怕控制不了 所以 新伟成就呼吁成立一个全球专家小组 来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将会成立世界上第一个AI安全研究所 以检查 评估和测试新型AI 以便 我们能够了解 每种新模式的能力 探索 从边界 和误导等等的社会危害 到最极端风险 等等 所有风险 他明白到AI 可能是造成 好像未来战事 发展到这样的 担心当然了 AI那么厉害 超级电脑 什么时候会不会聪明 人类 甚至是控制人类 其实一直都是 担心 出现未来战事 这部电影的情节 所以 新伟成 整个AI风会 就是加强 希望可以 弄一些 防御的设施 去防止AI 制造恐怖袭击的风险 都是对的 而中国既然是世界第二的AI 领域的地位 所以英国也很希望 中国能够参加 这样 这样 还有些原因 分析就是 为什么 英国想 中国参加呢 就是 因为 新伟成 对中国的态度 其实相比 前任 比如卓卫斯 那些 约翰逊 其实是相对温和的 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英派 所以 他都希望 这个AI的 这个 峰会 真是 如果能够请到 中国参加 相信 那个研究 出来的方案 会更加 受 国际所 承认 而且 亦都会表明到 英国脱了欧之后 仍然在国际的 地位 是有地位的 他搞这个AI峰会 是有 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都是会参加的 都会给面的 所以 这个 来到这个AI峰会 他也是很重视的 而美国呢 已经应该是 估计 会由 副总统 何锦麗 出席 到时 看看 中国会派是谁 另一方面 也说一说 这个英国的AI峰会 将会在 布莱切利公园 举行 原来 布莱切利公园 相当有历史 如果大家 有没有记不记得 大概是 几年前 有一部电影 就是说 这个布莱切利公园 就在英国 世界 英国有些数学家 就是在这个公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是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研究 就是终于找出 日本 海军 通讯之间的秘密 从而可以解读到 日本的 军舰之间的对话 从而 揭发到 日本军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部署 所以后来 这个解码 这个 解密 应该说解密的 重大的成就 原来就是 来切丝里公园 研究出来的 那也是相当具历史意义的地方 那部署了 那部署了 那部署很好看的 其实五六年前 我看过 那部署了 因为当时 是一座建筑物里面 几乎 一个庞然大物 来做一些 运算 哇 接着呢 就算了很久 终于 让它 揭发了一个秘密 那一部署了很好看 那原来呢 就是在 一个所谓 这个 是 这次也在布莱切里公园举行AI峰会 也是有历史意义 我也希望中国会参加 我相信中国也会参加,因为中国是很大方的 如果英方释出善意的话 正如习主席所说 任何一个国家释出善意 不是经常去想凌和博弈 其实只要大家释出善意 以一个互惠互利互相尊重 平等对待的一个层面 去互相接触和交流 其实中国是很欢迎的 所以为什么加州州长 最近访问中国也获得习主席接见 你想想,加州州长只是一个州长 为什么会获得习主席接见呢? 因为加州一直都向来跟中国 经贸合作 那边是做得很好的 他跟其他州郡 或者跟美国政府的策略很不同 所以加州特别是跟中国的关系好 所以加州州长来中国 习主席都会接见他 所以只要你释出善意 中国的大门是会打开 是欢迎你过来的 做一个交流 互为互利互赢 为双方的人民是否很福祉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